这个球形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这有个框 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现在需要把 白球停在这个框里面 这个框啊 这有个框 看到了没 打5号啊 打5号 打进之后 用什么干法 能停在这框里面 大家可以说一下 这个球正确的干法是什么呢 用高干就可以 纯高干就可以 这个球形啊 我们之前有讲过 白球和木标角度 现在是在 10度角左右 它没到15度角 那它白球高干的持户点呢 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 反弹之后 就会停在这个框里面来了 如果白球角度大一点 这个高干呢 它可能持户点会在 目标球的正下方 加右赛的 高干右赛的过去 但是现在这个角度 它不需要 我再打一个啊 看看能不能停在框里面来 这个角度 其实打一个成高干就可以啊 这个角度因为是在10度角左右 打一个高干啊 高干 没加赛吧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看看白球 看看白球 是不是 进框了 叫做二号球 对 这个分离角 好 所以这个分离角呢 我们不需要用高干右赛 这是10度角的情况下啊 10度角情况下 它的高干持户点 是在 这个位置 好吧 刚才大体就有注意观察吧 白球持户点 是不是在那个位置 高干纯高干 看到没 基本就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 弹一球过来 好 什么情况下 需要用的高干右赛呢 就是角度加大了 角度在15度角 比如说现在这个角度啊 这个角度 角度往右挪到半颗球的距离 这个时候 如果不加右赛就过不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啊 这球我打高干 打一个纯高干啊 大家看看线度是怎么样 纯高干呢 会白球会直上直下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看到没 白球会直上直下 这样没有办法 停到刚才那框里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个 加赛了 是不是 高干右赛 没错啊 聊高干 然后加点右赛 对不对 加点右赛啊 高干右赛 大概两两分钟方向 一打 看看白球 是不是 你打 我费 我费